水運儀向台的歷史成就 魂儀是根據魂天說所設計出來的觀測儀器 魂天說起源於戰國時期 它把宇宙想像成一顆裝了一半水的雞蛋 日月星辰都在斜放的蛋殼上旋轉 我們所住的地方則像蛋黃一樣漂浮在中心 西漢時 洛夏宏根據這個想法設計了魂天移來觀測天象 發現大多數天體運行的確符合魂天說的預測 到了東漢 張衡更把戰國時甘德和石森掩飾天體運行的魂象球 加上水力驅動讓其每日運轉一周 如此一來也順便可以用於計時 只是當時的水車運轉精確度應該不是很高 之後經歷數百年的流傳 唐初時 一行大師和梁令讚等人 在張衡的水運魂象裡加進了秦縱裝置 使得書輪每一次都直轉一格而不會爆衝 大大提高了水運計時的精確度 在隨唐之前 魂移這個名詞的定義很混亂 直到背誦蘇宋 在新移相法藥裡做了清楚的區分 觀測天體的儀器叫做魂移 驗世天體運行的球叫做魂象 背誦黃佑五年 西元1053年 當時33歲的江蘇江寧縣令蘇宋 奉派至首都開封 負責整理皇帝的圖書 博覽了密格中各類藏書 因此累積了非常淵博的知識 於是向宋哲宗推薦韓公蓮等人 開始策劃籌建一座以水利驅動 結合魂移魂象和同侯移功能的天文台 這樣巧妙的設計 於元宥二年西元1087年 蘇宋任吏部尚書時奉准開造 並於元宥七年西元1092年竣工 建立了一個超前西方800多年 能自動追星且兼具暴食功能的天文台 水運儀象台建成後使用了35年 後來在北宋靖康二年西元1127年 金兵攻陷變京北宋滅亡 便被當作戰利品拆解運回燕京 現在的北京卻無法復原 又在西元1214年 蒙古攻陷經國時被拋棄 南宋高宗時雖然有心重建 也找到蘇宋的兒子蘇熙 進成家中所存圖稿 但是仍然無法成功重建 於是便陰墨於歷史焉塵之中 將近一千年 蘇宋最重要的歷史貢獻 是他在建造完成後整理了一份很詳盡的報告書 《星移相法藥》 裡面詳細記錄了150多樣零部件的尺寸說明 並附了63張圖樣 例如天津雙環 兩環各直徑七尺 七寸 七分 或五寸 厚八分 兩面各列 周天365度有機 水運一項台 高約12米 長寬各約7米 最上方以拖斋板屋複枝 柯博館就是靠著這一份文件 才能在一千年之後 成功復原了這座超前時代八百年的科學成就 三人 五neck 五島 四倍